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忽然遇见一个木桶就清净流水便就喝起来 喝足了以后便举手指着木桶说 我已经喝够了 水你不要再流出来了 虽然说了这话 水依然流个不止 这人就大怒道 我喝够了 叫你不要再来了 你为何依旧来 有人路过看见了说 你这大愚痴 没有智慧 你为何不离去 却说水不要再来 随即把他拉走了 世上的人也是个样子 出生于生死可爱的缘故 畅隐那色 生 香 味 楚 这五欲碎 五欲既得到满足 就如那人银水饱足了 便疲乏厌倦起来 说 你们这些色身香味 不要再让我见到了 然而就无欲相续不断 绵绵不绝 世上的人见了便怒道 叫你们速速灭去 不要再产生 为何依然来让我见到呢 这时有智忍对他说 你想离缺五欲 应当收射你眼耳 鼻 蛇 身 意 这六根所产生的形式 关闭心中的思量 这样妄想就不会出现 便可以得到解脱 何必眼不见 方可不胜贪恋呢 这不就像那饮水的鱼人一样吗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